欧乌冲突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了 那巴以冲突也大半个月时间过去了 那从时间线上还有一个小型的 目前仍是小型的战士 从时间上离我们很近 地理位置上那就更近了 就在我们云南瑞丽的国境线旁边 缅甸的国港军最近这些天在对这四大家族 所在区域的四大家族发起进攻 那么在20号的时候 这个四大家族有力量射杀了几十个 电炸以及相关的能源 那27号的时候 那么这国港同盟军就发起了反击 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应该说正在激战 我刚才还看了一个声明 就是31号这个国港同盟军发的 那么这个名字取得很有意思 那么同盟军就希望大家加入进来 而且这同盟军他可以说是一军突起 据说突然间这些天 或者说这段时间 捡到了一批装备 这装备级别非常的高 比如说有极为先进的无人机 甚至还有网友说 可能捡到了孙子兵法 这绝密的秘籍 对吧 这种种的装备突然间提升 大家听这个同盟军 就在五文字上就技高一筹 他明白的表示 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而且希望这个对手也加入他们 他这里是怎么说的呢 这不情愿与你们刀兵相向 对吧 这个话说的是相当的好的 那么但得能背负责任何使命 不得不也 然后面说了很多 就是他还是回望了一下过去 然后最后这个杜敬杰伯兄弟在 相逢一笑命恩仇 这个希望他们回到同盟 这个军的阵营里面来 这就说到这名首领彭德仁先生 他的父亲是国感王 上一代的国感王 但是他手下有四个人 大将叛变了 叛变之后就变成了四大家族 这四大家族就是这十几年来 这个大家深恶痛绝的 嘎腰子集团 说起来他主体部分是电炸方向 但实际上已经演变成很多问题 就不是说光涉及钱的问题 比如说结果上 就是大规模的侵犯了 我们中国公民的这个人权 对吧 把很多人搞过去骗过去 然后这个不当是钱 可能生命都受到威胁 那很多遭到毒打 像电击啊溺水啊这些 包括说这个器官买卖啊 这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 贩毒那就不说了 赌博那就不说了 这些种种的问题 那这个彭佳仁先生 他的父亲啊 在2009年的时候 遭遇叛变之后啊 就离开了这个地区 前往泰国啊 马来西亚啊 东南亚国家 前两年就已经过世了 那么现在啊 执掌家业的是彭佳仁 那么现在说是要回来复仇了 所以大概有这么一个脉络啊 那现在这四大家族是什么呢 白锁城家族啊 魏超人家族 刘国喜家族 刘正祥家族 他们各自从事的方向不一样 有的是电炸方向 有的是器官买卖方向 有的是赌博方向 有的是矿场方向 那他们联手把持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面积不大 就是我们中国一个中东部 一个普通的县啊 面积大概相当于几个香港的这个面积 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以缅甸的工业水平 不太可能有像样的什么产品出产 那农业上面啊 这是个商区 想必物厂也不算丰富 那又只能种种鸦片这之类的 那么主要部分就是刚才说的 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产业 这四大家族对他们所做的事情 心里还是非常有数的 除了说用各种软性的办法 给自己洗白啊 各种工作之外啊 还跟缅甸的政府军有相当多的关系 所以说其实电炸的问题 我们这边想了很多的办法 跟缅甸这边官方也沟通过多次 那但是效果呢 很一般啊 这可能当时管不了多长时间 这又死灰复兰了 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 只有四大家族全面被歼灭 应该说这个问题才能够长草出根 连根拔起 那这里生活的这二三十万人 说起来是跟我们有历史渊源的 这块土地曾经还属于过我们中国历史上面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他的这个想要复仇的这么一个想法 跟我们呢 想把这四个家族啊 拉起来拔除 那么可以说是不摸合 那缅甸这国家整体什么情况呢 收入不高 这工业水平很低 那农业水平其实也不高 农业到高阶段 其实跟工业是挨在一块 商业活动那就更是很弱 那么长时间呢 就是军方当政 说起来这军方当政 实际上他又担心自己呢 这个合法性的问题 那全部都剿灭了 那可能呢 这合法性就不存在了 同时呢 商地也多 确实很多 这小的这种武装啊 不是那么容易彻底的剿灭 所以这国家其实统一 都是勉勉强强 那所以这种情况经济怎么发展呢 但是我们从地理位置上讲 这国家又极为重要 它的东面就是中南半岛 泰国啊 越南啊 这是大国 还有一些小的像老挝啊 柬埔寨啊 这些国家 再往下面走 还挨着马来西亚啊 这些整个中南半岛 然后往西走呢 是印度 那么印度这一块 我们前面有聊过 这曼尼普尔班啊 就跟缅甸是挨着的 这曼尼普尔班呢 一直就是啊 这个印度一个很强的分离 分裂势力 我们前面也说过 这印度他呀 实际上如果分裂掉 实际上是更有利于世界财富的成长 缅甸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 也辐射到了整个南亚次大陆 那这里可是有20亿的人口 而如果直接往南走 那就是安达曼海 包括这印度洋的这个主体部分 那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海口 从这里走的话 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啊 可以完全的这个烙开马六甲海峡 烙开新加坡这个方向 所以这说起来啊 中缅合作的空间非常的大 他收入水平又很低嘛 其实大家一起合作起来 应该说是势如破竹一起能够为他们提供很快的这个财富提升的这个一个空间跟想象力 对吧 那我们呢也有很大的空间跟想象力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对吧 这事情搁置了 因为很多因素 那今天正好是一个我们跟这个彭佳仁先生的这个同盟军啊 很多的这个方向是有那么高度相似的关系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特别聊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态的进展 那这个短片我们聊到这里 对吧